红烧肉啊 大家都常吃 但是你有吃过红烧肉包吗 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店呢 不仅把红烧肉包进面点里 还将各种你都意想不到的食材 混搭在一起哦 中西结合的创意小吃 圆圈圈 圆圈圈是连续三年 获平黑珍珠餐厅的成都地标餐厅 狼桥在上海推出的新品牌 狼桥在成都主打的是创意川味料理 而圆圈圈内的菜品也延续了狼桥的风格 用全球的食材来结合中式面点 做出与众不同的美味 以前在外面吃的都是包子 跟咱这儿不一样 现在网上看了它这个包子 还是很特别的 今天下午就过来尝试一下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 三维鱼和中国的面点结合在一起 基本上会点一个红烧包 山鱼包还有一个炸鸡包 红烧包一般我们就认为 那是上海的红烧肉 那做的能有纸酱 就是感觉边咸一点甜 然后它这边的红烧包呢 它做的是 就是说在上海的做法的基础上 就是优化了 然后结合了西式做法 五款招牌面点 搭配五种酱汁 十五种配菜 他们家西式的食材 像牛肋排 三文鱼 也变化成中式的吃法 而这其中最符合上海人口味的 肯定还是这款 融合浓油赤酱口味的红烧包了 一整块的红烧肉 搭上腐乳 蛋黄酱 上下还有烤好的玉米 哇 这个搭配在外面 真的是从来没有见过 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来吃吃看哦 哇 这个搭配哦 真的是 它是一个红烧肉的浓油赤酱 和腐乳蛋黄酱的这种香气 还有烤过的玉米 它是脆脆的 但是里面还是多汁的 配在一起呢 红烧肉一点都不油腻 反而特别的香 最上面这一层啊 还撒了这个洋葱酥 舀上去呢 是嘎吱嘎吱很脆的 跟面点一配 哇 这真的是绝了 为了做出肥而不腻的红烧肉 炒完糖色后 还需要放入炖锅中 熬煮四十分钟 而且用的都是 两厘米厚 十厘米长 整块的五花肉 装盘时再搭配 店内特调的腐乳蛋黄酱 用西式的调料与配菜 来突出主角红烧肉的 软糯入味 但这炸鸡包的颜色 是大厨发挥失常了吗 大厨 我不好意思要问一下 你这个炸鸡火候过了吧 这个不是火候过了 这个是我们特制的竹炭粉炸出来的 所以会显得格外的非 但是齿炭的话口感会特别好 竹炭粉炸鸡从来没有听说过 更没看过 那为什么你们店家要选择竹炭粉来炸鸡啊 因为竹炭粉的话 炸的肌肉的话 比我们常规的一些炸的果粉的话 会更加的粗脆 然后口感会也会更加好 还有它会锁住鸡肉本身的汁水 里面我们搭配的是胡萝卜丝 然后的话是用那个醋跟糖腌制过的 所以会有一种酸甜的口感在里面 裹上竹炭粉的鸡排 还不能马上下锅油炸 还需要在酸奶油汁中浸泡两次 加上反复揉搓 这样炸出来的脆皮才会呈现鱼鳞状 口感更加香脆 肉汁也能牢牢地锁在脆皮里面 而竹炭炸鸡也有自己专属的酱汁哦 用中式鱼香酱和腌制过的酸甜胡萝卜 搭配而成的炸鸡包 味道究竟怎么样呢 还是让雨婷来帮我们尝尝看吧 哇 鸡排炸得恰到好处 外面是非常脆 里面你咬进去这个鸡肉是很湿润 而且是多汁的口感 汁水也是完完全全保留着呢 这次的酱搭配的是鱼香酱 有那种川式的口感 下面配了胡萝卜还有鸡肉松 哇 一层一层的口感 真的是太丰富了 好吃 圆圈圈推荐里游五款特色包点 十五种配料 中西结合别样滋味 金开 金开